一个澳门女孩为了和藏族男友拍拖 来到千里之外的西藏生活 希望为两地文化找到连结的桥梁 这位正在铺头忙着的女孩叫少泳仪 来自澳门 已经在西藏拉萨生活了近两年 原来三年前 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位藏族男孩 觉得很投缘 经过一年远距离恋爱 她决定辞去澳门的工作 来到千里之外的西藏 现在双方感情越来越好 一开始过来的话 我也很担心说 会不会说我们文化上面会有分歧 因为毕竟这里算是少数民族 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独特的风格 但是过来这边 其实她父母也是很开通的那种 就不是非常传统的那种父母 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受教育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就是说 她能包容我 我能也包容她 正确实现遇到正确的人 去年年初 邵永宜在西藏第一次着上藏族服飾 体验藏力新年的传统习族 她发现澳门和西藏的生活 既有差异 也有相似之处 现在她在拉薩经营奶茶店 想找方法融合两地的文化 回想千里最爱的经历 邵永宜说 距离不会成为恋爱的障碍 她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男朋友回澳门 认识自己成长的故乡 无线电视记者肖子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